到了 大哥 抱歉 把你叫了 你好 你好 大哥你在採蓮蓬 蓮蓬 蓮蓬裡面有蓮子 你現在已經到了季節了嗎 差不多快到盡頭了 你直接給我看一下 你這樣一折就下來了 對 它這個就是 我有點怕看這個 為什麼 就是密集孔律症 蓮蓬頭洗澡那個 對啊 你已經在剝了 這個很好吃耶 那個要嫩一點的 等一下我採兩個嫩一點的給你 這個不嫩啊 這個成熟了 好正熟的 像正常的話 我們採的成熟度就是這個 現在你猜在哪邊 插一邊 顏色嗎 它在顏色 你看它開始要變了 怎麼會這麼濕啊 嚇還是 這怎麼那麼苦 這麼苦 你這樣說我怎麼敢吃 好遠喔 你看它們就不無聊 它們在採蓮子的同時 飛機都會經過 哇 它很苦耶 瘦瘦的 還沒成熟的它是 那綠色的 這比較甜 對 成熟新的苦 對啦 這比較好吃 這是 喔欸 甜耶 這個好這個好 這個叫做 水果蓮 對不對 清甜 清甜 對嘛 這才是人生吃的新鮮蓮子 清甜有水分 吃起來相當的脆爽 在觀音地區 許多農民都種蓮花 用皮糖的水來灌溉 發展蓮花的產業 蓮花盛產時間 是從五月到八月 夏季到觀音賞蓮吃蓮 消暑器也是相當的不錯 除了有新鮮的蓮子可以吃之外 大哥喔 他還透露有一種 當地才能夠吃得到的蓮筍 所以要帶我跟昭榮去採啊 看來蓮花 不只只有品種上的差異喔 老詹我必須啊 繼續在當地深入了解調查啊 這個 給妳介紹一下 因為妳有沒有穿過 這個叫青蛙裝 青蛙裝 這是外景 每次我們出外景的時候呢 只要下水 就會有這個 因為這個呢 在夏天的時候呢 很熱 所以只要那個 裡面水很多 那就很涼 那我們現在比較嚴重的是你看 沒有水 沒有水耶 對 所以妳等著吧 可以等著 穿吧 我好期待那個觸感喔 蛤 下去後的感覺 好 妳的第一次我就讓妳先下去 你在幹嘛 在幹嘛 有點深 還沒有反應過來 好難拔起來喔 根本就起不來啊 好 那個 那個 它就站在這邊 我們可以開始工作了 來 走 可是下面滿涼的 當然涼啊 我跟你講走這個 那是怎麼辦 要速度快 你知道 太暗了 好 好 要怎麼走 我們現在要我們對 我越來越下去了 這邊就有一根 這個嗎 這個 對 好 我這 不買嗎 我這 我一直往下去 幹嘛 不能太得意 好 這個是 對 水是什麼長什麼樣 它長在硬土跟軟土那一層 硬土跟軟土 很深 可是摸起來都一樣 還不夠深的意思 還不夠深 它會有兩條 你摸到了 不好意思 我會把它折斷 這個嗎 那個是它的嫩芽 快到了 摸到了 可是它是斜的耶 對 快到了 它是不是還沒倒 兩隻手嗎 泥土先給它 泥土先給它剝開 來 不能傷到這一根對不對 這一根已經被你踩端掉了 我只有這根 不是 這給你踩端掉的 對 這就是筍 臉筍 它會看溪 所以它長大就變蓮藕 對 這個會不會有這麼細的這個 這一個 土把它剝開來 那麼大 剛剛有點切對不對 這就像筍 你說這是什麼 這是蓮藕的前身嗎 對 所以它未來就會變成蓮藕 對 那蓮藕不是有很多結嗎 對 這只有一結 這是最前端 所以它還會再一直長 它會覺得很結結 它這一根是往前走 那所以我現在拿到這個 就是它這個頭 對 前端 這也可以吃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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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就會做這一道料理 真的 怎麼看起來有點像白蘆筍那種感覺 有一點像 而且它裡面已經有洞了 蓮筍其實就是蓮的又嫩根狀精 蓮筍長大之後 它就變成蓮藕了 其實要把它蓮筍真的不是很簡單 一不小心就會跟我一樣把它弄斷 大哥說蓮筍很嫩清炒就很好吃 先將蓮筍切成薄片 放點薑絲辣椒鹽下去炒 就一香嫩的好吃 讓我聽到整個是心癢癢的 蓮筍它 到底是什麼味道啊 什麼 吃還要等 妳有吃過蓮藕嗎 吃過 那妳有採過蓮藕嗎 沒有 那妳想像蓮藕怎麼採 不知道是不是跟剛剛蓮筍 有放大飯 空不空 這邊就好走 這邊比較 這邊比較 這邊比較好走還是一樣 還是陷下去 從剛剛下來水裡面一直走到這個地方 你就是一直覺得不安 而且你覺得說我們要整它 對不對 我跟妳講 我們真的不是這樣 妳所想像的採蓮藕 就是剛剛蓮準的放大飯 對 對不對 我跟妳一個提示 這個是重點 妳有沒有看到這個管子過來 有 對不對 來 妳說話先拿來 這個就是拿來採蓮 這個我們 往土裡面沖 往土裡面沖 沖的時候 你手要下去摸 對 摸到蓮藕 蓮藕的時候 順著蓮藕沖 順著蓮藕沖 把蓮藕沖掉 對 把蓮藕採起來 整條出來 採收蓮藕 需要藉由強大的水柱 首先我們要先在土裡摸到蓮藕 找到蓮藕的方向 接著將強力水柱放進土裡 順著蓮藕沖 將泥土沖開 這樣我們就可以順利取得蓮藕了 這邊嗎 順著這邊 這邊 這邊還有什麼 剛剛 剛剛 剛剛下來還在跟我展現它的二頭肌 我就看它二頭肌多厲害 有沒有摸到 有 好 就往那前面直接沖過去 有 順盆摸瓜 順盆摸 然後把它撥開 好 它還有它的庞汁 對啊 所以要折斷它嗎 庞汁是比較小的 對 庞汁要先把它折掉 黃絲鮮蛇六 不然你拿不起來 你看 它的人生第一根 這是我的左手快按不住了 這現在水壓不太重對不對 對 不到我的三分之一 那你試一下 我們看一下你的水壓全開是怎麼樣 好不好 還好 兩隻手還滿有趣的 這個才是你一般的壓力 三分之二 這是三分之二喔 我怕沒有全開喔 來 你再試試看吧 應該順著這個下面有多 因為有摸土 然後它把它土噴噴開以後 你都摸到一個尖尖的 怎麼摸都沒有 這是不是沒有啊 對啊 這樣沒有 已經很深了 很深了耶 大概因為塗了一半就可以 摸到一個這樣 那沒有 這個沒有 有摸到了 摸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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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要不然 你也水在這邊怎麼摸 這裡 這裡 這裡很長 很長耶 很長啊 螃蟲先摸轉 在下面幹嘛 你看 斷 浪費 有沒有 在哪邊 有沒有摸到 有 可不可以摸起來 好 可以摸起來 有了 有了 加減了 整體很少 這樣價格差多少 差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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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彩蓮尾 我們以後用此彩的時候 要再更加珍惜 沒錯吧 對 這要折掉 看來這個彩蓮尾的體驗 讓昭蓮有了很深的感觸 其實就是體驗當地農人的辛苦 讓我們更珍惜每一個食材 只要能吃 就千萬不要浪費 只是採的時候 真的要很小心 畢竟 採斷的價差就是一倍 秋天 是採蓮藕的季節 新鮮的蓮藕 粉 嫩 甜 我也不是很清楚 為什麼忙活著 這樣一個早上之後 你看我拉成這樣 但你看它 還是一然美麗漂亮 奇怪齁 你也是 你自己 你衣服有髒 可是你褲子有換的 有換的 你看家裡面就是方便 這個就是 藕筍 是不是 對 長在 蓮的最前端 最前端 橫的那端 就是蓮藕的前身 對 對 嫩 很脆 它不加什麼 就薑絲、辣椒、青草 加一點鹽巴 就很甜了耶 對啊 這個很脆爽 如果你有機會碰到 你有聽到說 人家說藕筍 二話不說 我先點來吃 這個是蓮花嗎 對 花包 對 這可以吃嗎 可以 但是口感不好 通常它的精華都已經在湯裡面了 所以這是新鮮的蓮花 還是感燥的蓮花 新鮮的蓮花 還沒有開花之前 就摘下來了 還沒開 它還是花包 摘下來 因為開了以後 它會有一些小蟲子炒進去 洗乾淨 把它放到冷凍 是不是很好 它的口感真的不好 它很像那個 草鮮雞 草鮮雞 草鮮雞的外殼 它那纖維的粗 這個感覺有點像 這個裡面除了蓮花 你來看 人參 人參 紅棗 枸杞 枸杞 薄耶 這個精華都在湯裡面 所以雞不能吃嗎 我通常不吃它的肉 雞你不吃它的 對不起 大聲一點 雞你不吃它的肉 這個 這樣比較像西式的做法 怎麼樣 確實喝湯 比雞肉好 對 對 因為雞肉的精華 其實都到湯裡面去了 所以乾乾的這樣 對啊 可是你的臉是 你的臉 沒有 因為這個就像我們西餐 在煮雞湯一樣 我們怎麼判定 雞湯煮得好不好喝 就吃肉看看 肉越難吃越沒有味道 代表湯已經煮好了 我們是這樣在煮雞湯的 我很喜歡你這種 注解的方式 他就把我當成 不知道廚藝這件事情 對 應該是說我們 他講成這樣 然後我還被人說 是這樣嗎 沒有 因為這個 對啊 我們不要騙人 他真的就沒有味道 所以味道精華都在湯裡面 口感不好 對 這個雞肉真的是為了雞湯 獻出了它的一切 這雞湯相當地濃郁 加上蓮花花苞 紅棗 人生等藥材下去熬三小時 湯頭是清甜甘醇 不會有油膩感 喝了之後我告訴你 你整個是停不下來 就是一個舒服